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计算 预历 那么我们 最重视的是北极星 这个北城 然后呢 在沿着今天的赤岛周围 这个我们有 二十八个星座 我们把它叫做 二十八星 二十八个星宿 每一个星宿呢 是作为一个 天体运行的 相当于一个坐标 那么当 每年春夏秋冬的时候 这二十八个星座 在天顶上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我们靠 来看 测算这个 二十八个 秀的位置 来确定积极 那么再加上 在地面上 树上日归 日表 冬至日 夏至日的影子 夏至那天 可以说是 这个影子最长的 白天最长的 冬至 每年的十二月二十号 二十三号 是 这个 影子最短的时候 那么用这个方法来决定 而西洋的 我们讲的古希腊人 巴比伦人 他们的天文学呢 不是以 这个二十八个秀 来作为观测标准 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 天文学的传统也不一样 他们是以日月 绕地球的 这个旋转 落在地面上的 这个投影 那么其中 月亮 绕地球的这个 这个轨道 因为一年 大体上有十二个月 所以把月形的轨道 观测好 你就大体上可以知道 这个 一年是不是快要到头了 一年十二个月 称一张 那么这个 月亮在天上走的 这个路线 由于这个地球 并不是垂直的 太阳的地球 并不是垂直的绕台 地球是有个倾斜角的 那么造成呢 每年冬天和夏天 这个倾斜角的摆动 造成太阳直射点不一样 那么月形呢 落在地面上 由于地球 这个地球的摆动 那么月亮在地 天球上运行的轨道 不是一根支线 像一根带子 围绕着地形 有的时候再偏着这边一点 有的时候偏着那边一点 就像我们看的月亮 有的时候 这个 偏南一点 有的时候 在天顶 那么这个轨道呢 我们把它叫做黄道 西洋人 巴比林人 印度人 由于亚历山大的东征 印度人接受的 就是巴比林的天位 就是 以黄道 十二宫 把天 分成三百六十度 每一度 分成三百六十度 那么 就像我们今天的角度一样 那么黄道 中间 围绕着黄道 有十二个星 什么处女座 人马座 我们古代不翻成处女座 叫做侍女 女孩子得待在家里 侍女座 这套天文学呢 在随着佛教也传入了中国 中国有一些和尚 在唐代 比方说生一星 就是很有名的 数学天文学家 另外还有医药学 我们中国当然有自己专懂的医药学 但是随着佛教的传入 印度的医药学也传入中国 印度人很 印度的医学非常擅长 治眼睛 眼病 那么各种各样治眼睛的方法 也随着佛教 传入中国 这是我们讲的 这个天文学 从而地理学 中国人过去以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 很多民族都觉得自己是天下的中心 印度人也是 印度人认为他们是天下的中心 印度人说天下的中心 天下是一个占卜州 这个占卜州的中心在什么地方呢 在雪山 应该是帕米尔高原 克什米尔这种地方 雪山上呢 有四条大河 在印度境内有两条 向东流的叫恒河 向西流的叫印度河 那么我们可以设想 这就是指着在中亚的高原上 印度河今天 来说就是起源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边界的地方 向西流 所以向西流就是流入了阿拉伯海 向东流 就是从巴基斯坦 经过印度 最后流入 孟加拉瓦 它所谓的东海西海 指的是印巴茨大陆的东面和西面 坐标中心在印巴茨大陆 另外 印度人说这个雪山上 还起了一条河 这条河向西北流 流入西北海 是什么河呢 佛教的经典把它叫做博楚河 或者那叫复楚河 河时复祖昌龙的复 复楚河 博楚河是什么呢 就是Vax河 也就是我们张千出信誉的时候的乌湖碎 Axos 今天我们还叫Vax河 就是博楚或者复楚这个河 是阿姆河的上原 它起源于今天的这个塔吉克斯坦帕米尔高原 经过这个阿富汗和乌兹别克两国的边界 经过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的边界 一直流向 咸河 但是古代它也曾经 因为它在沙漠中间 下游是摆动的 所以它在古代也曾经流入过离海 这就是所谓的西北海 第四条 这个佛教的经典讲 有一条河 叫做席多河 席啊 千席的席 写得像个徒弟的徒一样 学都都都 席千席的席 多少的说 说席多河向东流入东北海 这就是这样 那么也就是以印度为中心的世界观 当我们接受了佛教以后 那么中国人的对天下的认识就增加了 他们也知道印度是确实存在的 因此呢 有中国人就试图把 中国已有的九州啊 长江黄河 这些概念要和 印度的地理学要同一起 要把印度的世界拼入中国人已知的世界 中间有一个最 最典型的例子 最典型的例子 什么例子呢 就是黄河重原书 原来我们中国人 中国人在中原对黄河是很了解的 但是始终不清楚 黄河的上原在什么地方 因为它起源于青藏高原 黄河在这个山西这个地方向北流 进入向北 从北边来的 然后呢 这个到了核桃 它变成东西巷的 到了宁巷 它又变成南北巷的 也就是绕了一个绕到黄河高原 太行山转了一圈 兜了一个圈子 那么在它的下游是向东的 在它的上游 也是在南州啊 这个方向也是东西巷的 张千出西域以后 根据我们汉书世纪的地 西域传中间有这样记者 说西域有大河 南北 都是山 那么我们知道 北面的山就是天山 大河就是塔利木河 南面的山就是 昆仑山阿尔金山 他说这条大河 流到沙子里面 成为一个湖泊 叫做岩泽 应该就是戎湖泊 就是汉代 张千得到的信息很清楚 它的河是一条内陆河 但是到佛教传入以后 那么佛教徒认为 这个佛教经典中间 讲的大雪山 有四条河起源 佛教佛祖创造的 所认识的世界 不可能不包括中国 那么怎么样 把佛教世界中间的 印度所知道的这个世界 和我们中国挂钩呢 那么有些佛教徒 就认为 这个四条大河中间的 像东北流的那条河 不是西尔河 我们知道西尔河 在这帕米尔高原起源 经过吉尔基斯斯坦 经过菲尔干纳盆地 最后流入仙海 我们中国的佛教徒 把这条河 西多河 解释为 塔里木河 那么塔里木河 不是一条内陆河吗 他在挂钩 他说塔里木河 这个西多河 到了岩泽 到了沙子里以后 他就到了地下 那么在基石山 基石山什么地方呢 今天的甘肃和青海的交界处 在这个地方 从黄河 在卢布波在地底下 然后在地下前行 变成一条地下河道 在基石山呢 重新冒出了地面 一直向东 流入东海 就是渤海 这就是我们的黄河 这个学说被很多的佛教徒 中国的佛教徒 所接受 当然 把中国的地理知识和外国的地理知识 进行拼合 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拼合中间 是有谬误的 这个所谓的黄河 从原说 那就是一个谬误的 他没有办法解释 所谓的佛教的 这个四大 雪山的四大河 佛祖释迦牟尼到底知不知道中国 他没办法解释这个现象 也显得千江富贵 但是呢 佛教的传入 让我们认识了 中国以外的世界非常大 比方说 印度有个五天竹 印度的东面有东海 就是孟加拉湾 印度的南面有西海 那就是 那就是阿拉伯海 印度的南面有南海 狮子州 就是斯里兰卡 就在南海中间 南海 那就是南印度洋 这呢 我们可以说 随着佛教的传入 印度地理学 传入到中国 对于中国人认识世界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斯仇之路 不光是人缘的往爱 不光是宗教之间的交往 也包括 人类科学知识的 传播 那么我们 就这个话题再往下说 这个 中国人自古认为 中国就是天下 中国在世界的中心 那么皇帝呢 也自认为 自己是天子 是上天的儿子 受命统治 四方的 四方的 但是佛教的 穿入 打破了一种观念 世界上 和中国皇帝 平起平坐 完全不受中国 影响中国统治的 民族 多得很 中国也不是世界的中心 如果要养天子 有很多天子 那么这样 这个君主的神圣感 就被打破了 所以呢 在佛教界 中国的佛教界 就有 把他们所认识的世界 做了一个概括 降低了 中国的 天子的地位 佛教徒认为呢 在全世界 有四大天子 哪四大天子呢 当时是南朝东晋啊 东晋的晋天子 号称 人主 为什么叫人主呢 中国自古人口众多 到处都是人 我们不要以为 今天人多 我们在 这个 清末 我们已经有了 四亿云口 我在年轻的时候 支持越南抗美 救国战争的时候 我们六万五千万同胞 六亿五千万同胞 皇后大革命 变成七亿五千万 没有变成八亿九亿 现在已经变成 十二亿 很快十三亿 元代 中国已经有 一亿左右 人口 在 秦统一 以前 中国已经可能有五千万 以上 这是个不得了的数字 今天欧洲的大国 英国只有五千万元 法国也只有五千万元 意大利也只有五千万元 那是什么时代了 当代 你要看拿破仑的战争 拿破仑 一次出动个二十万人 那是了不得的战争 他入侵俄罗斯 也就是几十万人而已 但是如果你看看 我们战国时代 这个秦和赵之间的战争 秦朝的大将 一次坑杀 把赵国的俘虏 活埋 他就埋了几十万 秦国 作为一个最后统一六国的时候 秦国 兵多 将广 他的军队就超过百万 中国的人多 是世界各国的佛教徒 当时的世界 都公认 所以把禁天字 叫做仁楚 那么印度也有天子了 他也有王了 他叫什么呢 号称 相处 印度大相处 这是他的特色 印度以西 安西 其他的各个国家 当时的佛教徒 把他们叫做胡 胡 胡人 胡主 胡人的天子 以什么 著称 他们的天子 叫什么呢 他们的天子 胡天子 号称 宝主 胡人是宝 最会做买卖 各种各样的 珍宝玉石 中国人认为玉是了不起的 今天的世界上 玉 是一种半宝石 并不是真正的宝石 宝石 红宝石 绿宝石 珠穆玉 钻石 这个叫宝石 玉 在西洋人 美国欧洲 根本不算宝石 在非洲也不算宝石 胡人是最日子的宝石 号称宝主 第四个天子 是什么天子呢 就是肉汁 游牧民族 建立贵双的这个民族 那就是跟静 跟东汉 平行的这样一个国家 那么这个 肉汁的天子 叫什么呢 肉汁的天子 号称马祖 游牧民族 马多 这就是在佛教徒 眼中的世界 包括了欧亚草原上的 游牧民族 肉汁人为主 包括了印度以西 西亚 这个民族最明显的 特别是善于经商 认得各种各样的宝贝 而我们印度 我们到处是大象 号称象族 佛教世界 超过今天的泰国 而中国 就是人多 那么这个观念 在佛 随着佛教 介绍到了中国 使中国人 更加客观的 认识 这个世界 而不是我们天下 眼中只有自己的军方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所以呢 这个 印度的这个 我们讲的 佛教的传入 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下面我们还要 再讲到一点 讲到什么呢 就讲到印度语言学 对中国的影响 我们中国人过去 和外国人 交往比较少 如果和其他的民族交往 他们的文化 也都比中国人低 比方说和匈奴人 比方说和肉汁人 他们都没有自己的文字 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字 所以中国人也不用 去学习什么 外国的文字 因此呢 中国人当时 自己觉得自己独步在一个世界上 不律师 自己的语言 有什么特征 比方说我们今天 我们的青年人在没有学习英语之前 不知道汉语以外的语言 当我们学习了英语之后 发现 词句和中国人不一样 英英英语 还有个阻隔 兵隔 同样一个词 做主语 做兵语就不一样 我们在汉语中间 我打你 你打我 这个你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当你学习其他语言以后 发现 自己的语言 只不过是 世界上很多种语言中间的一种 学习佛教也是这样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 中国人 外国的高僧到中国来翻译佛经 他们为什么 说的 这个汉语和中国人这么大区别 讲起来怪僵怪调 是不是 那么 因此 中国人发现 中国人的语言是有声调的 今天我们 有些外国人 形容中国人 讲话像唱歌 一扬顿挫 那么这就是 这个 中外 语言交流 对中国人的一个 影响 让中国人认识到自己 认识到这一点 有个什么作用呢 帮助中国人 这个作诗 所以 未尽以后 中国的诗学 急速的发展起来 有各种各样的运输 作诗要押运 运输 发展起来 和 这个佛教传入是很有关系的 关于这一点 我下面再讲 谢谢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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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